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这台车的产品我觉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毕竟雷灵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它和卡罗拉都是全球产品 只是面向不同的细分国际市场 整个的造型风格也略有差异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爱问的 就是雷灵跟卡罗拉应该怎么选 第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造型了 雷灵的造型其实整体更偏向年轻一些 而卡罗拉是更偏向沉稳 所以选择它们的消费者 可能会在造型上有一个不同的选择 第二点就关于配置这个层面 我旁边的这台雷灵 是一台售价12万9800元的CVT豪华版车型 它同价位的这台卡罗拉 是应该售价是12万7800元 其实售价是非常接近的 但两款车的配置是不太一样的 这台雷灵配备了包括LED大灯 16英寸轮圈 前排的无钥匙进入功能 后排座椅可以按比例放倒 以及后排出风口这项配置 后排出风口这个配置是21款车型新增的 当然了相比卡罗拉 它其实在配置上也有一些缺失 比如LED的前雾灯 后视镜的加热功能 在车内它是只有4个扬声器 卡罗拉是6个 关于它的驾驶辅助这些配置 其实它也配备了包括车道的预警功能 以及定速巡航 我觉得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已经够用了 最后一点其实就是关于这台车的售价了 目前我了解到在北京这个市场 雷灵的优惠大概至在1.5万元左右 而卡罗拉的优惠幅度也只有1万元左右 所以这个售价的问题也是许多消费者 你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有一个二手车残滞率的问题 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 雷灵其实在三年内的使用的话 就是如果这台车你只使用三年就给它卖掉 会发现它的二手车残滞率确实不如卡罗拉更高 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比如我要使了五年甚至六年 你会发现雷灵的二手车的残滞率 其实跟卡罗拉还是旗鼓相当的 那聊这么多优点我相信你也更关心这台雷灵的缺点在哪 那仅就我这几天使用感受啊 我会发现前排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央的多媒体系统 就像一个老旧的电视机 一下就让你回到了上个世纪的感觉 包括它的这个两侧的厚度 以及多媒体系统里边的显示的清晰度 以及功能真的是太落后了 如果在这个功能上啊 你可以加入一个CarPlay的这种手机映射 那另外呢包括针对它多媒体系统进行一些优化 我相信使用起来感受更好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前排的座椅 其实主架式座椅也是手动调节 我觉得加上一个自动座椅不过分吧 那还有一点就是后排的中央头枕是不可以调整的 那最后呢关于晚上使用 其实我会发现啊 它在前排的楚格的底部是没有任何光源的 我会发现比如我把东西放在这里 我真的找不到这个位置在哪 如果在这个位置稍微加一个氛围灯 能照亮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使用感受会更好 那聊到这么多关于产品的优缺点啊 接下来啊 其实我在驾驶过程中再简单分享一下 这几天我的使用感受 其实这台车呢 其实开起来真远比你看起来这台车 要感受好无数倍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和我身边的同事啊 包括开过雷灵 以及卡罗拉这种车型之后 都会有很多的好评 因为它真的太适合日常代步使用了 基本开起来不累 简单舒服 没有那么多操心的事 确实是一个城市代步车的这么一个点子 那关于它的油门踏板的调校啊 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它出段非常的敏感 在城市里边 比如说啊 你会超车 甚至跟车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动力感觉不差 但其实啊 这台车 百公里的 零到一百公里 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其实是十一点二秒 看起来不是一个快的数字 但真的 它在零到六十公里 每小时的这么一个 时速下的 加速的这么一个表现 以及体感 会很优秀 让你觉得城市开起来 确实非常的舒服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想说的 就是关于这台车 整车的驾驶视野了 这一点呢 确实很容易被人忽略 我认为啊 雷灵尤其是 它在前方设置 这个A柱这个部分 有一个这个小的三角窗 会让你整个A柱的 盲区的视野变小 另外呢 我坐在这台车里边 包括周围的 整个的驾驶视野 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也是有助于 它在城市驾驶时候 让你觉得 比较放松的 那么一个原因 在油耗方面呢 我们实测的这台车 百公里的油耗 在7.1升左右 我们结合之前 测过的双青板的油耗 其实是在5.5升左右 我觉得相差只有 1.6升这么一个数字 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要说舒适性了 其实无论开雷灵 还是卡罗拉 我觉得这台车啊 都基本会能给你一种 很简单的驾驶感受 包括乘坐感受 那换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开和坐 你都会比较放松 那无论是座椅的舒适性 还是悬架整个的阻尼的设定 那都不会有一种 很紧绷的感觉 那这呢 我认为是舒适性 比较关键的一环 那当然了 如果你说满足舒适性 就要牺牲悬架的支撑性 我觉得这台车 其实也没有做到这么差 我们在实际呢 包括测试场地 进行绕装的 这么一个体验感受来说 雷灵在绕装的时候 它整个的动态表现 其实它的支撑性啊 以及它的循迹性 都还是比一般的 家用车要好一些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令我还是很满意的 那在城市呢 一些比较较为颠簸的路面上行驶 甚至刚才我们提到的 在测试场进行绕装的时候 出现的一些 重心的快速转移的 这么一些状况下 我认为雷灵这台车的 整个车身表现 还是非常紧致的 没有什么松垮的感觉 不过这台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那就是它的转向的 这个虚位会比较明显 整个驾驶感受啊 不太好 去掌握这么一个度 尤其是在一个 高速行驶的状态下 你会发现方向盘 并不会随着车速 会变得较为沉重一些 所以在此时啊 这个方向盘 就会让你感觉 信心不太充足 那最后的总结部分呢 跟大家聊点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关于这台车 它买和不买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心里 其实都有数 因为它的销量数字 就摆在那里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台燃油版的1.2T车型 和混动的双情车型 那买哪台车合适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算那么一笔账啊 这台车的售价 12万9800元 如果我去选择那么一台 同配置的双情版车型 它的售价应该是在 14万2800元 两款车的价差 1.3万元 我们实测呢 双情版车型和1.2T的这个 185T车型 百公里的油耗差距 也就是在1.5到两个之间 如果我们按照 两个这个油啊 上线来算 保底 我们一年行驶 一万公里 北京的油价 大概在 5块7毛5左右 这是92号油的油价啊 所以100公里 基本可以算出来 数字是省11块5 那一年的时间 我可以省 1150元 我会发现1.3万元的价差 我最起码 11年才能回本 那如果我一年 就算跑2万公里 它也需要5年多 才能回本 所以真正 如果你为了省油 去买双情版车型 我觉得绝不是这个目的 因为它并没有 最后会给你省下这个钱来 所以你真正买双情版 还是买汽油版 我觉得一定选择 是你对于这个驾驶感受 我的要求是哪方面 来选择那款车型 那关于这台1.2T的 燃油版车型 我觉得家庭使用 真的足够了 那另外呢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小的新闻信息 就是雷灵 未来还会推出一台 1.5升自然兮兮的版本 那除此之外呢 还可能会推出 长周距的版本车型 其实未来雷灵 可选择的车型 会越来越多 好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这台车 还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到我的编辑博客 以及新浪微博下留言 我是周宇轩 我们下期再见